中国女排在施锦赛第四场比赛中战胜了杰克收获四连胜 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支没有丢分和丢局的队伍 虽然拿下了杰克 但这场球的发挥并不理想 接应龚翔宇进攻状态依旧低迷 全队篮网数插手 是和对手无法拉开比分的主因 龚翔宇由于脚踝伤情未能痊愈 所以从第二场比赛开始就有不敢跳 不敢打的感觉 二传凋铃鱼也是尽量地避免给他传球 龚翔宇自身也是利用手法变化去得分 轻轻地起跳然后吊球或轻拍 但由于各支队伍加强了对龚翔宇吊球和轻拍的防守 他们的防守队员都站在了比较靠前的位置 所以屡屡防起龚翔宇的进攻 击打日本打出8%的效率后 对阵杰克也只有15%的效 根据技术统计 龚翔宇19扣6中35 全场达到6分 是五大攻守里得分最少的一位 好在虽然进攻状态不佳 龚翔宇利用自己的翼船和防守给球队做了贡献 此意龚翔宇主接四轮翼船 翼船到位率53% 仅次于李盈莹的61%排在全队第二 防守上龚翔宇贡献了12次 五次成功一次失误 防守效率33% 也排在全队第二 希望后面的比赛中 龚翔宇可以提升自己的进攻状态 杰克之所以可以和中国女排打得有来有往 和中国队全队数差手有关 面对对手二号位的扣球 中国队的所有队员都几乎拦不住 露了中线 全场比赛 中国女排破坏性拦网就高达16次 袁锡悦五次 王源源五次 王源禄四次 凋零宇和李盈莹各一次 效率方面 除了凋零宇是0%外 其余均为负数 中国女排以往就有类似的毛病 试联赛期间就屡次被对方的接应接手 但前三场比赛中 我们的篮网一改破坏性多的毛病 本以为有所进步 没想到又漏了原形 破坏性篮网多让后排的防守队员 需要二次启动去防守 难度颇大 希望后面的比赛 中国女排不要在2号会造星了 相比于杰克的接应 意大利 巴西等队的接应更加凶悍 此外 中国女排打杰克是一传波动较大 在首局轻松打下后 后两局由于过于放松 导致一传道位率偏低 相较于前击场 我们的一传道位率明显下降 尤其是自由人王梦杰这边 一次前去球 直接把球垫到了对方场地 当然 高强度的比赛过后 有一次球出现波动 也在所难免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